大家好 我是王時琪 歡迎收看有評有劇看台灣 選戰剩下最後一個月了 那麼有好幾個Sakadu的這個縣市 選戰的變化是最複雜的 所以我們今天也要好好的來拆解 特別像是在台北市 因為在台北市柯文哲說 台北市一定會有棄保 大概有10%左右會棄保 這真的會發生嗎 另外這個民進黨的總召 柯建民說Sakadu的地方 只要拿下四成選票就會贏 可是日本的一位學者小麗媛 卻分析了他認為民進黨 可能只有5席這樣子的實力 而國民黨可以拿下15席 哇 這個距離實在是差得很遠 實情就是如何 究竟如何我們今天也可好好的來分析 另外還要看到柯文哲呢 不管外界的怨言還有質疑聲 仍然是跟中東景合體了 那麼柯文哲的說法是說 他比較像是一個耶穌會的傳教士 那麼在此事件之後 究竟信眾是更多 還是會跑的跑逃的逃呢 今天也會好好的來分析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同時也是立法院黨團的書記長 郭國文 17號 大家好 另外是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最近春風滿面的柯淑惠議員 17號 大家好 恭喜啦 柯淑惠議員 婚禮趕快辦一辦 來 直升名議員 陳東好 那趕快要想祝福柯淑惠 那數據專家是SolarMedia的董事長王立傑 大家好 好的 一開始我們還是要來看看台北市 因為首都之戰現在看起來 哇 糾纏得非常激烈 各種民調紛紛都出爐了 來 陳時中陣營是設定 我要拿超過五成的選票 然後呢 陳時中陣營的幕僚說 其實選戰的關鍵不是仇恨值 因為看起來這一場選戰 包括蔣萬安還有這個柯文哲 都不斷在堆疊陳時中的仇恨值 希望可以塑造說陳時中很討人意很討人意 是個大壞蛋 大壞蛋 這樣子的一個整體的形象 那麼在這個另外聯合新聞網他有報導說 仇恨值是不是會衝擊陳時中呢 柯文哲說台北市棄保佔了10% 北市選戰將會是藍綠對決 這是郝龍斌預言的 其實郝龍斌因為他住過台北市前任的市長 他其實對於台北市的選戰有還滿這個 我覺得滿務實的分析 他之前有特別提到說 蔣萬安如果沒有 民調如果沒有40%的話 那就應該要小心 他這次的分析是說蔣萬安會拿44%的選票 就會當選啦 他也認為說氣層保皇的可能性已經沒有了 選戰將會是藍綠的對決 所以看起來各個陣營都有各自不一樣的分析 首先要請教一下委員 你怎麼樣看台北市真的會有氣保嗎 柯文哲說有有有10%氣保 我覺得從這一個內容來看就可以看得出來 郝龍斌在打臉柯文哲 那郝龍斌之所以打臉柯文哲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是氣層保皇沒有這個可能性 那為什麼他會提出氣層保皇呢 因為上一次的選舉台北市的選舉 其實是有氣窯保科的一個現象 那也因為上次氣窯保科 讓柯文哲能夠再當4年的台北市長 所以柯文哲現在重複講了14年前的可能性 所以他是目前這個風勢他是主觀的期待 如果對照柯文哲說以前講說 操作氣保都是沒有出席的 我覺得柯文哲現在真的是很沒有出席 他既不可能是氣保的一個受益者 他現在還在期待氣保的可能性 那已經明明很清楚 再對照第一個 那個陳時中很早就講出 他的戰略目標是拿50人 他很清楚他要拿50人 所以他拿50人的情況底下 他自己的支持者 一直認為說他是有機會當選的人 他怎麼會氣呢 可是要拿5成不容易 而且他除了職真的高啊 對 拿5成是不容易沒有錯 但是拿5成畢竟是一個戰略目標嘛 可以以戰略目標 你看你取法乎上取其中嘛 你到時候沒有5成 你4成5也不錯啊 4成5照好龍斌那個講法你就選上啊 就贏了 對 對你就贏了嘛 撒卡都就是關鍵點嘛 撒卡都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 前幾天那個老柯他在中常會的時候 我去開的時候他就特別講嘛 說其實這種撒卡都是最奧妙的選舉啦 撒卡都通常是到最接近後端的時候 才會出現一個劇烈的一個變化 他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林志堅的例子 林志堅在選前 輸6人輸6人 你說哪一年 林志堅 2014那一年 第一次選的時候 對對對 那一次 那一次拚了瘦了10公斤 林志堅已經很瘦又瘦了10公斤 但最後他贏了1114票嘛 結果呢後來他又舉我當例子啊 因為我那時候2019對上那個 那個謝龍介的時候 還有一個陳什麼宇 陳曉宇的時候 我已經忘記他的名字 不好意思 三個我一直很詳細 不要忘記 三個在打的時候 三個在打的時候 我原來是在一個禮拜前 那個卓榮泰主席打電話給我 郭文加油一點 你現在呢只輸1.5% 我說主席真的嗎 我真的只輸1.5% 他說這是加權錢 啊 那主席那我加權後呢 加權後還輸7點多 一個禮拜以前他這樣跟我講 那你好厲害 一個禮拜充7.5%以上 真的 真的 而且但是呢 後面的戲劇性的變化 就中間過了幾天 在選前兩天 選前兩天 佐主席又打電話給我啦 郭文你要加油 你現在已經贏2.1%了 我說主席這加權錢要加權後 我跟你講這加權後 這真的假的啊 怎麼劇烈的變化那麼大 對 怎麼會起伏這麼大 老實講這個奧妙 我到現在以我本人來說 我探究了這麼久 立委已經擔任了快4年 我還是搞不清楚 為什麼變化那麼大 但是綜合有幾項因素 當初有賴副總統 還有陳水扁總統的 蔡總統也下去跟扁馬獎 等等綜合因素 就在最後一個禮拜裡頭發酵 對手有一些錯誤 當然謝龍堅那是有文旦之亂的問題 等等綜合在一起 所以說你看那最後一個禮拜的 關鍵的變化差這麼大 也就是說後面還有存在一些 不一樣的可能性 這個不一樣的可能性當中 其實誰做出來這一個 最新的一個推論 也就是說日本的這一個學者 那個要等一下講 等一下再講 我約了先講這個 大概是三下都以台北市的版本來看 基本上很難看出一個 真正的一個端倪跟走向 彼此都還在糾纏當中 所以就算要有變化 也是必須要壓到 以郭國文委員的例子 要壓到最後一個禮拜 有可能會有比較大的變化 請教一下淑慧 就是說郝龍斌你的前老闆 郝龍斌他對於台北市的分析跟掌握 其實是還滿權威的對不對 所以看起來他也認為 就是藍綠對決了 黃珊珊已經不足距了 他不會有什麼大的影響 是這個意思 應該說第一個 不可能有氣產保皇的原因 要問柯文哲 有柯文哲在哪個綠的 還有可能去投黃珊珊呢 柯文哲在綠營的仇恨值 真的是還滿高的 所以他一直說陳時中仇恨值高 他都殊不知他自己的仇恨值才最高 他的仇恨值在台北也不低 柯文哲在台北市的長輩的仇恨值 高到他自己應該要去菜市場走一走 這是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 現在黃珊珊原本想要爭取一些綠的選票 是沒有錯 所以他一直在打獎萬安 但後來發現只要他背後有一個背後靈 叫柯文哲 他就拿不到綠的支持了 因為柯文哲這幾年對綠的 非常的不友善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為什麼到了最後一個月 還是會演變成藍綠對決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叫組織 到了最後一個月 除了說空氣票以外 你要靠組織去動 國民黨跟民進黨都有里長候選人 都有市議員候選人 我們為了我們自己的選舉開始去吹票 立場也會去撐票 市議員也會去撐票 可是相較底下 黃珊珊他沒有組織 第一個民眾黨好了 民眾黨的小雞又小又新 所以他也沒有組織的經驗 也沒有組織的可能 再來是民眾黨的小雞太少了 候選人的席次太少了 然後第三個是 黃珊珊自己跟民眾黨 都是保持一個若籍若離的距離 所以他掛五黨籍 所以我們看到從這個 很多份民調就可以看到 連民眾黨裡面的支持者 都只有大概六成多 不到七成是支持黃珊珊的 但是你反觀蔣萬安或陳時中 都各自拿到藍綠陣營 超過八成以上的支持度 也就是藍綠歸對了 那黃珊珊試圖想要從中間選民 他現在想要打的是中間選民 他認為藍跟綠加起來 就是40%或50% 他要獨拿中間選民 但是這個想法實在太夢幻了 太天真了 因為三個候選人 都拿得到一些中間選民 只是或多或少而已 並不可能由他一個人獨自拿 所以藍綠有基本盤 然後藍綠再去搶一些中間選民 可是黃珊珊過去的盤 是靠從藍的拉一些 從綠的拉一些 當人家回去以後他就沒有了 他的那個基層的組織的抓地力 其實是遠遠輸給藍綠兩大陣營 我們要看下一張民調 因為你知道民調多到滿天飛 你看看這是蓋洛普的 這個是網路上面用手機簡訊發送的 另外一個是ET Today的這個新聞雲的民調 三份台北市的民調 這個第一名有蔣萬安 有黃珊珊有蔣萬安 然後黃珊珊也有第三名 也有第一名 也有第三名 然後陳時中倒是還滿穩定 維持在第二名 所以現在黃珊珊一下第一 一下第三 那個震盪起伏相當之劇烈 要請教一下東豪 請問民調我們要怎麼樣子看 怎麼解讀 所以你看看這是今天最新的 ET Today今天的民調 那蔣萬安市城了 安了 穩了 可以躺著選了嗎 我先講一下市城代表什麼意義 蔣萬安比較容易到市城 我現在講的不是民調的市城 是講得票率的市城比較容易 為什麼 在過去從2014 2018還有2020 國民黨的在台北市的得票率 就是在41.81到42.01 當然不同的選舉的投票率不一樣 可是這個數字告訴你說 因為這三次選舉 國民黨都是輸的 從連勝文 丁守中到韓國瑜 可是不管是三角還是PK 基本上四成對國民黨比較容易的 就是先天上的結構 那這裡從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看出來就是說 你現在在看民調七七伏伏 就是說黃三三會有1到3 這個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對 好怪 可是郝龍斌的話我是聽得懂的 就是郝龍斌最後國民黨要打的 就是藍綠對決 藍綠對決的意思就是邊緣化黃三三 黃三三要贏 不是靠藍挖一點 綠挖一點 黃三要贏的策略一定是討厭藍綠 真正屬於藍綠的票 絕對不可能是最大宗 藍跟綠的基本盤之外 最大的票一定是所謂的這種 討厭藍綠的票 他們也最可能不出來投票 對 問題是你有沒有感動這群人 就今年選舉台北市即使是這樣子 不會比2018年的投票率高 2018年是接近66% 65點多 好高喔 65.89 人家想像說2018年的選舉有多激烈 可是那個投票率是多少 65.89 所以今年不太有那樣的味道 一定低於他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這涉及到說 涉及到後面的策略 因為國民黨一直在打高端 對 高端試對試錯其實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麼 在選舉最後30天的時候 高端叫做是議題叫做一個戰場 陳時中只要回應 國民黨就抓到了這個戰場 這個戰場就是談高端 談高端的最好的好處 對國民黨來講是什麼 吹票 已經進到蔣萬安政的票 他有個動力要讓他出來投票 所以打高端設定 陳時中如果掉進高端這個議題裡面 所以你覺得陳時中不應該回應高端這件事 不是不回應 因為這個理由很麻煩就是說 你回應 你回應跟不回應 都形成一個戰場 你不回應他繼續打 對啊 那因為你沒有新的議題蓋掉 那你回應了以後呢 就會回到郝龍斌的藍綠對決 藍綠對決這個時候會對 陳時中不立 想望安有利 對 所以你要看得懂這個東西 好 那你要怎麼破這一題呢 你必須要有新的議題 那個議題的能量要蓋過高端 這時候鯊魚認是對的 你有新的議題 大能量的東西蓋過高端 這個盤才會在最後三天做改變 但是如果一直在高端上面的攻守 你不管你回應不回應 只要是高端議題 如果從現在一路看到最後投票的前一天 那郝龍斌希望人的藍綠格局就有了 好 那再回到我前面講的 國民黨的基層 其實他是很容易達到四成的 只要他不犯錯 那這段時間犯錯最多的一個人叫做柯文哲 所以我比較不會認為黃珊珊是民調的第一名 因為你從中東景到水門 一路下來黃珊珊是消失掉了 基本上你看到黃珊珊是消失掉的 一個在媒體上消失的人 你怎麼去拿第一 他被柯文哲廣大的憤怒給淹沒了 對 因為最大時間犯錯最多的 那蔣王安上一次的犯錯你還記得嗎 蔣王安也平平淡淡的 比較沒有什麼記憶點 我告訴你 他上一次的犯錯叫什麼你知道嗎 深蹲 二十次深蹲 在那個之後沒有了 在那個之後他們就是打高端打誠實中就對了 所以柯文哲其實某種程度是蔣王安的貴人 記得要謝謝人家 所以看起來這三個主要的候選人 他們的糾纏的狀況 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做更多一點的判斷 目前還在糾纏中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